但是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 台灣 我們之前說人家香港的那個住飯店奧客有沒有 就台灣的奧客也很多 之前有沒有 那我想像住飯店喔 好像這種客室非常多耶 其實像之前就有發生過客人 他說我今天住的房間怎麼跟你照片上的不一樣 但是其實一間飯店你這樣平均格局起來 不可能每間飯店都一樣 因為你可能會有住址啊 甚至就是比較長比較寬 我們來看一下 差在哪裡 上面那個是網路給的對不對 是 有差很多嗎 然後下面這個 多一個柱子 下面是比較狹長型 然後是多一根柱子 但是兩個的室內面積是一樣的 但是香港人他就很注重 我花多少錢是要住多少平方米 他覺得說下面這個不到多少平方米 然後他就是客室他說要退錢要換飯店 那你給他換一個就好了嗎 那你給他換一間 對 我就是要幫他換 那他就說 我已經吃一碗了 你要退我那碗的錢 喔 這種就討厭 這不對 你應該一進去你就要換了 你就要換了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不然你拿尺來量量看 你們這裡有多少平方米 我就現場量給他看 事實上是比我們 就是網路上寫的還多 甚至扣掉那根柱子 也比網路上寫的平方米還多 那他就是也是很不高興說 那你為什麼給我安排這間有柱子 我說因為飯店客買出 我們是隨機安排客人 那你不滿意我今天幫你換房 但是他就是堅持 你要把錢退給我再來說 其他的都不用講 你也凹折扣 那怎麼辦 那我們當然也是會堅持立場 就是OK 我可以給你一個抵抗 你昨天的我給你一點補償 給你一點就是優惠 我讓你住房就是六折 那未來的訂房 我幫你升等 那也不多收你升等的錢 但是他就是 你前一天錢一定要給我 我覺得這說不過去 太故意了 我跟你講他要你這個錢 肯定要感冒的 買藥 可是 你這個人說話就真的 比較不文雅 熱毒了 好 感冒 感冒不一定要買藥 對 因為可能會肺炎 這個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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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那邊就好了 有可能住院 小強遇過什麼為難的事 這是奧客 其實我們所謂的奧客的話 可能就是碰到一些難搞藝人 對 然後像曾經有一次的經驗是說 好我們跟一個女藝人 就已經追稿了 因為那其實是做時尚 然後我們就請他說 那你當天 因為以你的性格來說 我們就請你穿個比較 就是比較辣一點 辣一點然後好看一點這樣子 那他當初也跟我說 好那我OK的 可是到了半夜一兩點的時候 那個他經紀人打電話說 我們藝人覺得說 這樣好像不太好 因為他穿這樣 然後去給人家批評 他覺得他不想要這樣 好那我就想說 好那我就 換個做法好了 因為他個性也是比較大大 像男生一樣 那可能就是比較 男性化的服裝 OK吧 好那經紀人就說 好那我去看看 問問看看 到錄影前當天 他直接跟我講說 不行 這通告我不要接了 因為我不想 我穿著被那個批評這樣子 好那當天又推我通告 那當天推你通告 那怎麼辦呢 好那你就趕快找下一個 下一個人這樣 但是當你掛上電話 你一定是那種帥的 然後可能 帥完以後你就可能這樣 嗯嗯嗯嗯嗯 就出去 那真的 一推通告的話 可能就是 你所有腳本 全部要同時 可是現在他是遇到這種難搞 我是遇到 之前是遇到一個 不認真的 我最討厭是不認真的 我 我以前有做過一個節目 叫做娛樂新聞 然後只是說剛好 當天我們的主持人 因為他有事 他請假 所以我們 當天我們請了一個女藝人 來做代班 然後那天我剛好當FD 因為我們的娛樂新聞都是 每天就是現場Live 那所以我在廣 然後我在廣告時段的時候 都會跟這個 代班的主持人 對說 等一下要進的新聞 比如說是ABC 那麻煩你要照這個順序來 千萬不要播錯了 那我在跟他雷稿的同時 他永遠都在跟他經紀人在那邊 哈哈哈哈 就是在一直在那邊打鬧 也沒仔細聽 然後我每次在跟他雷的時候 他沒有正眼看過我 看過我一眼 他都是這樣嗎 對 就是很不認真 他一直在那邊玩 然後我想說算了 反正他只要呢 就是按照順序給我播出來 不要突破就好了 那好死不死 剛好播到一半的時候 剛好那一則新聞 本來如果說是要播周杰倫的好了 結果他馬上講成蔡依林 那個順序搞錯了 最後一播出去 因為那現場直播的 他講周杰倫 可是播出去的那個畫面 是蔡依林的 是蔡依林的 哇 我被製作人罵到翻掉 你知道嗎 然後導播也是在那邊狂罵 罵到不行 罵到整個臭頭 後來我就開始心生有點不愉快 然後想說 好啊 你這傢伙這麼不認真幹嘛 被你搞成這樣 後來我還是低聲下氣 等於又進廣告時段說 不好意思啊 就是剛剛那個順序有點錯 你要不要就是 然後聽我講啊 不要再玩了 所以那女藝人就回我一句 什麼你知道嗎 他就 我也聽完整個怒氣整個上來 然後我真的在意人不住了 後來我就 你就打他了 沒有沒有 我就說 你信不信我現在一巴掌就跟你呼下去 然後 這麼認真的講 我真的非常非常認真 連製作人也傻了 對 現場所有工作人員都傻 因為那時候我還算滿菜的 可是我自己真的已經被 激到不行了 然後後來他 從那一刻就是我發怒之後 每個廣告時段 都很認真的在聽我雷告 就再也沒有出錯 討厭喔 不要這樣子 就欠人家兇 對 就欠人家兇 除了藝人難搞的 有時候素人其實也很難搞 對 人生蠻辛苦的 對 因為像其實 因為現在照片 網路修圖很流行嘛 所以我們可能發了女素人以後 我們就看他照片 其實還蠻漂亮 發他來以後 結果本 照片跟本人實在是差很多 所以常常會 因為這樣子被製作人狂搞的時候 說 你發他來是怎樣 這是網路是嗎 對 然後最誇張的 有一次是我有個同事 他有發生過一件事 是說 好 他發了一個女素人 看了照片 他又跟他追搞以後 覺得好像沒什麼問題 OK的 然後結果到了現場以後呢 我們就一直看著那個 素人 他覺得越來越習慣 想說到底出問題 再出來 然後結果一看 他是男的 哈哈哈哈 這個未娘 這未娘 所以那時候製作人 直接抓狂 摔腳本說 你瞎了眼嗎 男的女的分不清楚 你知道我要怎麼錄 然後他氣到說 請 叫那個後製有沒有 如果有他畫面出來 全部給我剪掉 我不允許他出現在這一集裡面 對 那馬太有沒有奢障的 喝酒應該會有奢障 太多 我跟你講那 那邊有時候不是奢障 事實上他們是老闆 或股東的朋友 然後他們也在 他們也是那種 在可能電視上或新聞上 他們看得到有頭有臉的人 對 然後他們有一次曾經講 因為開酒 因為我會站在收銀機旁邊跳酒 然後主要是我收了錢 他們跟我點完 我要收了錢給收銀的 然後我才可以拿酒給他 然後他就說 給我四支香檳 他就說 開個香檳來 我說好那我先給你收錢 總共是多少錢 然後在那邊掏卡 掏掏掏 他說那不然你先給我 你先送到我的桌上 我等一下卡給你 我們就想說 老闆的朋友 他說我是誰誰誰的朋友 你不認識我嗎 我說好那沒錢 我先幫你用 送去酒都開了 結果他後來就 我就叫服務生去跟他收銀 我說 他錢還沒給 結果他就說 我給啦 他就一直 他喝醉說我給了 這種 我給然後後來他 很過分 因為他是1點 我還記得那件事 他1點20跟我點的酒 他後來在1點半服務生收不到 就把他叫過來 就說 我確定有拿酒給他嗎 他就拿了一個 12點半的收據說 我真的有點啊 他就點一模一樣的數量的酒 他說我真的有錢 我真的有錢啊 你自己看信用卡錢 我真的有錢 可是我說你這是12點半 可是你剛剛跟我是1點20跟我點9的事情 就1點多的事 他拿之前的那個單子給我看 無賴 對 後來怎麼辦 後來就是 我就 我管他是誰我直接罵他 罵完之後 他就跑去跟老闆告狀 老闆就來 他說沒關係啊 這我還處理 那你不要隨便亂罵客人 可是真的有時候會受不了 做8天的有時候會受不了 他欺負人 翻臉4支9多少錢 2萬 對啊 1支5千 欺負人 不是 你不鬧翻的話 這會算我的 因為我那時候 8台很多 所有事情是我在負責的 結果後來老闆說 沒關係以後他來 你就先 先照著 那就算老闆的 對啊 因為是後來就是會有 馬力歐你們做這個行業 我覺得比較困難 如果你們是比較 看多了 有時候覺得 這女生有點傻逼 要被吃掉了 那時候會覺得 會救他嗎 對 你知道 我是想像啦 還是說真實的 其實客人之間 這個妹可能今天要被 帶回去處理還怎麼樣 其實我們管不到的 那除非是我們的好朋友 今天跟他出來說 你注意喔小心一點 我們會保護他 會點一下嗎 如果是我們的朋友 女生是我們的朋友 然後坐在一起跟他們喝 然後他又開始摸摸他 或是怎麼樣 我們就說 那我們就送他回去 那可能馬太說我來送 我說不用不用 我們送就好了 不是啦 熟的朋友當然要出手 我就說不熟 不熟的也不會啦 這個要被吃掉了 其實有啦 像之前不是常常在夜店撿屍 然後會拍片那個 也會這樣子 然後很多那種有錢的來 然後他們會 因為我們會看 其實我覺得女生來夜店 跟男生喝酒 有時候是裝醉 也是心甘情願的 但是我會看那個男的 到底平常跟我們的互動好不好 因為假如說他是好的 他是有禮貌 假如他今天要帶那個女生走 那他的本事嘛 可是有時候他對我們態度很差 那種酒後就很大型那種 我們就 他假如帶沒來 然後就會說 欸 弄得厲害 就這樣 欸 那個等一下幫我調酒 弄烈一點 那我就 然後我就把那女生 那個男的可能轉個頭 去上個車 我就跟他說 欸 那個你等一下 這樣子 對 就是偶爾提點一下 對 會講一下 因為我看到有一些人去 喝酒他帶女生 因為都是跟他八天的十個眼神 結果 人家給他幾乎是水一樣 然後給女生也是比較烈的 因為調酒這種東西真的喝 有這樣的 哇 我現在才知道耶 顏色分不太出來 你懂 下次如果我旁邊是帥哥 你就處理囉 喔 處理他 沒有 因為 你也有這種 你知道嗎 給他把他鬆嘛 馬太 吃了這種花 要有幾次 你知道怎麼處理 沒有 因為是這樣 真的假的 真的啦 因為我們自己也會喝假的 有時候我每天在 這愚客人來跟他喝 他們有些人必須要喝淡一點的 要喝假的 喝假的 就加點水 淋一點點可樂 那水加一點點可樂 就變像Takira的顏色 就比較淡 對 第一個兩滴就行了 天啊 都是這樣啊 那你們有職業傷害嗎 我嗎 我職業傷害就是 很容易就是 喝到 未出血 天啊 對 因為有時候真的有大咖 我曾經遇過一個 很有錢的人 他就每次來都我服務他 他就誇獎我說 我服務跟調酒很好 他就有一次來就說 來 你們最貴的酒有什麼酒 我說路易13 一支13萬 他說好 那開兩支 一支給你 一支給我 我心裡想說 哇 我賺到了 那個我拿去退給酒商 一支就賺七八萬了 他就說 來 現在 開了我們 一起喝 對喝 哈哈哈 喝吧 沒心 喝了